本期节目由金道集团特约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金贤 带您来关注一下近日的焦点了 那么日前呢 加拿大总理是表示说 有可能会在近期与美国来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另外呢 欧盟立场软化表示可以接受美方提出的建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9号表示 有可能在周五截止日期前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协议 他在安大略省北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有可能在周五达成协议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它取决于加拿大是否获得一笔好交易 特朗普周三表示 他很乐观 加拿大将加入美国与墨西哥签署的新贸易协定 美国正在向加拿大施加压力 要求加拿大在本周结束之前与美国达成协议 此前在本周一 特朗普表示 美国与墨西哥达成贸易协定 之后将处理NAFTA这个称谓 特朗普政府计划通知国会 在90天内与墨西哥签署新的协定 以取代NAFTA 而另一方面 欧盟立场软化贸易专员 马尔姆斯特伦在欧洲议会的贸易小组委员会上表示 欧盟愿意考虑美方提出的建议 美欧向对方所有工业产品进口 给予零关税的待遇 包括汽车 但特朗普表示 欧盟的消费者习惯买当地的车 而不是买美国车 上周二 他重申将对进口欧盟的每辆汽车 征收25%的关税 有数据显示 在7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消费者开支是增长了0.4% 也是符合预期的 另外 在通胀方面 也是第三次触及到了联储局2%的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有分析就认为 美国经济在进入到第三季度之后 仍然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健的步伐 所以联储局以后可以考虑继续缓慢加息 亚太第一卫视记者 刘聪 袁敖言 香港报道 好 今天节目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金道策略性投资分析师 伦祝德先生 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欢迎你 Aju 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现在其实是两个概念 首先就是说这个加拿大总理 他有表示说要跟美国来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 其实在美国方面 特朗普自己是比较排斥这样一个协定的 那首先您觉得说 加拿大和美国方面的这个协定 最后签署的时机 这个几率究竟有多大 因为我们知道他说在本周五之前 那么是在当地的本周五结束之前 您怎么来看这个协定的效率 我会觉得基本上 从一个整个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布局来看的话 那美国跟麦西哥已经签好了 那基本上加拿大不想签也得签 那今天是如果说是一个 限期的一个最后一天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今天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框架出来 但是能不能签这个时候有一个 项缺的一个余地 但是您怎么来看这个墨西哥和北美之间 跟这个美国之间签订的这样一份新的协定 你觉得它有可能可以取代 之前我们一直在说的 北美贸易自由协定吗 我觉得里面的话的一些内容的话 比如说在一个汽车行业的一个 制造业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新的一个协定里面 有一个说到麦西哥的一个 他们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员工的话 最低要在16美元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时升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美国本身的一个劳工的一个市场 不会受到一个相对比较大一个打击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特朗普就等于说 他承诺的一个事情能够真的是办得到 就不会抢到美国人的一个饭碗 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两国之间的一个协议的话 相对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情况了 对美国来说 但首先现在这个特朗普 他又这个说我要跟这个墨西哥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达成协议 那他们已经签署了协议 是否代表其实跟墨西哥之间的关系 已经缓和了呢 我个人觉得是从整个各个方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也应该是缓和了 因为经济是解决所有一些基本的一个需要 那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 就业市场等等各方面 都是相对会比较正面的一个情况 就不会有一些民众的一个反对 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但是打了一巴掌又给一颗糖吃 这样的一个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 我觉得整个一个部署可以说是从这一年来看的话 因为美国的一个就业市场相对已经在一个 失业率已经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 它需要引入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个就业人口 那如果从它美国本身要转变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性不大 那它需要在附近的一个情况 附近的国家需要找到一些相对更适合的一些工人 去为他们做一些制造业相关的一些产品 那如果跟麦希哥刚好就在旁边 那我觉得这个是正等于我之前一直在说 梦一战你旁边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工厂的话 相对对美国来说肯定会是一件比较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整体来看如果他们两国签了那个协议的话 对加拿大来说形成一个不行的一个压力 那如果说不签的话好像也不行 所以要到时候看看到底一个框架大概是怎么样 而且有其实有了解到就是说如果从加拿大整个一个布局来看的话 对签订这个协议虽然说有可能有压力 但是其实他们还有一些条件 他们要需要妥协才能够去签署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一个风波波折的一个情况 可能还有一些商榷的余地 因为现在对于加拿大来说有一些像赶鸭子上架 另外我们再来说在最近这个鲍威尔的讲话 那我们看到他这个讲话是比较偏鸽派一些 那么当然了这个就代表美元指数会有所下降 那现在新出炉的这个GDP的指数 就是这个美国方面我们看到是不错的 经济数据非常之乐观 那有没有可能说接下来可以带动一个强劲的美元呢 我个人觉得的话先从美国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 本身的一个基本面从国内的一个内需 或者国内的一些产业来看的话 其实已经到达一个相对比较一个怎么说平衡的一个点 那如果说要再支撑美国本身从内需的一个角度来看 去提振美元的话可能性说实话真的不大 但是如果说他能够在贸易谈判上面 各方面的一个跟各国的一个协议能够落实 还都是有利于美元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样子才会提振本身美元的一个再往上涨 那因为其实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说在未来一年 还可能有四次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消息的话基本上都已经给市场所怎么说消化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其实对美元的一个本身那个提振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要看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线 是否能够持续的这样去发展 所以我觉得从整个角度来 整个各方面的一个角度来评估的一个情况下 美元暂时应该会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 那反过来就是说再看看过后几个月 贸易的一个争端的一个发展会是什么一个情况 再做一个判定会比较好一些的 之前我们就在说这个美元跟黄金 因为是反向的一个关系 那么因为之前这个美元是不断的下跌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黄金也是突破了1200美元的大关 当然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再聊这个黄金的时候 是说为什么这个黄金金价一直都不涨 看到这个美元指数在下跌 黄金金价一样也是在下跌的 但是在这一次近期我们看到金价是有所上升的 您觉得这个上升会是一个常态了吗 暂时来看我个人觉得还要有待一个确定的因素 因为其实在过往一个月 美元上涨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那个时候可能市场的一些人士 或是投资的一些投资者来看的话 可能会觉得美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潜力 比黄金相对要高一些 所以那个时候把美元拉升了 黄金反过来出现一个抛售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这一步来看的话 可能市场的一个解读会是美元的一个强势 可能有机会放缓的一个情况 那有可能避险部分的一个资金 会投进去黄金这个市场来了 把这个平衡点会拉平均一些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只能说这个影响有可能是短暂的 那后市的一个情况也要看市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气氛 会不会有一些投资风险偏好的一些产品 机会比较大一些 从近期的一个整个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发展来看 也看到美股上涨的一个趋势 上的还是比较明确的 那如果说投资人士偏向去做一些 有风险的一些投资的话 黄金还是有一步下行的一个可能性的 所以这样子来说 我只能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上显 因为你也提到说这个美元会不断的在这个震荡 也代表说如果要跟随美元的话 其实这个黄金也是不断的在震荡 另外我们再来说这个中国方面 因为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是 还有在持续的一个发酵过程当中 那另外再加上我们来看到说 这个中国的8月份的PMI指数也即将要出炉了 那么所以接下来对于这个离岸人民币 您是怎么来看的 我个人觉得从离岸人民币 国家的一些不同的一个政策 也相对来说已经把人民币的一个汇率 相对有稳定下来的一个迹象 那也看到就是说PMI的一个预估值 跟它公布的一个数字 相对来说也是超过50的一个水平 相对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情况来的 那如果说在贸易争端 还没有再出现任何新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下 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说PMI的一个数据的话 我个人觉得对人民币的一个 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还相对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偏向会觉得人民币之后的一个发展 应该还是会上行的 加上就是说如果说贸易争端来看的话 之前一直都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国家的一个贸易等等各方面的 那不光是跟美国在去做一个贸易的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它不可能用免值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我觉得人民币暂时来说稳加来之后 应该有要反弹的一个可能性了 您看在上周呢 这个EIA原油库存量是就有一个急剧的暴跌 那么我们就看到说因为它跌了原油库存量跌了 所以它的油价就上涨了 那么在之后的话 您觉得这个油价上涨会不会是一个趋势呢 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综合所有的一些报告的一个内容来看的话 国际上的一个需求并没有出现一个 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我只会觉得API跟EIA的一个数据 只会影响短暂的一个供应跟需求 所以影响到价格的一个波动 那这样子来看 我觉得70美元这样子的一个区间应该也差不多 后市如果说贸易战也真的影响相对 牵连到其他一些新型市场等等的 那也有可能会把原油的一个价格再往下拉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来说 先观望会比较好一些 也就是说其实跟这个金价有一点相似 就是这个大趋势是没有变的 只不过可能临时出现了一些变动 那么这个投资者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临时的变动就会是一个常态 还是要从这个大趋势来看 是的 好 谢谢Andrew的分析 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待会儿回来